林教授你好,新春快乐 我是想请问一下,我妈妈住院的期间,我把她绑腿 结果这些医生护士跟我的亲人都有很大的疑虑 认为说绑腿了以后,她绑得那么紧,都没有空隙 是不是会有摩擦,会造成血管的循环不良的这些的问题 是这样子的,有很多对我们大腿血管的状态不是很了解 我们大腿的血管,动脉、静脉,最主要都是在内侧 我们从这个张图可以来看,这个区域循环图 你看,她几乎她整个血管呢,主要动脉、静脉都是在大腿的内侧 外侧呢,几乎都没有什么疏管 所以绑起来,会认不会造成血管、血液的流畅问题 反而呢,会让血液流畅更好 为什么?如果绑起来之后,你脚就不会交叠 回交叠之后呢,像我们这个古道动脉啊,它不会因为交叠造成什么折压的感 没有折压的话,血液流畅就更好了,回来也会更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,我们的小腿这时候等于我们第二个心脏 如果你的血液流了很暂下去,回来的时候呢,它的力量就会增大 就等于我们增加了一个心脏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说,小腿是我们的第二个心脏,就到了在这里 所以说,当你脚绑起来绑三条的时候呢,它不会造成血液不流畅问题 而且呢,你不可能不穿裤子就绑脚 如果你不穿裤子就绑脚,直接接触,也许不舒服 但是呢,我们都知道,我们会穿棉脂,我承掉是棉脂的 长裤的话,就让你的 就不会有造成所谓的,让你皮肤呢,发痒呢,或者皮肤那个过敏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不是吧 不是OK ため 感谢观看